香港有一个演员真的是最穷的演员 他就是林家栋 香港最穷的演员 没有女朋友 没有房子 没有工资 现在51岁还在租房 谈到林家栋 相信爱香港影视非常熟悉他 林家栋现在51岁 进入娱乐圈有31年 2017年林家栋终于赢得了影帝 赢得了最佳男演员 尽管林家栋赢得了最佳男演员 但他的职业生涯没有更上一层楼 但林家栋依然爱演员这一个行业 可能很多人无法接受这种 没有名利没有钱的生活 但他很享受工作就是生活 每一天都是充满激情的 林家栋在1989年进娱乐圈 在电影行业一直默默耕耘了30年 名誉是不能与古天乐相比 但在TVB的早期戏剧 林家栋也是经常能看到的 1997年由林家栋和周海妹主演的《大闹广昌龙》 非常受欢迎 当林家栋认为电视节目没有前景的时候 刚好刘德华对他挥手 问他想要一起拍电影 林家栋不假思索的同意 林家栋对刘德华说以后就跟着他混了 即使后来刘德华融资危机林家栋也没有离开 刘德华也总是和他一起合作 但是这依然没有带红林家栋 可以说有点遗憾了 比起其他的影帝 林家栋生活简单 基本上每个奖最佳男演员身家都是数亿 从最早的刘德华梁朝伟刘青云等等 相比之下 林家栋就被说生活的很差 入行这么多年 房子也没有 还在九龙堂电台那里租房子住 他自嘲是没有女朋友 没有财产 没有片头三五演员 现年51岁的林家栋年纪 已经很大获得了影帝后的生活 到底会不会好起来 谁也不知道